很多糖尿病患者的生活中的重心 一般都放在控制血糖上 血糖控制不稳定就容易出现并发症 生活质量下降是其一 对健康产生的严重损害是其二 这还会打破糖尿病患者平静的生活 糖尿病患者想要更好的控制血糖 就要正确认识糖尿病这种疾病 不能进入误区 关于糖尿病有哪些误区存在呢 一 血糖降得越快越好 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是要把血糖稳定下来 而不是要让血糖降得特别低 不要让血糖产生特别大的波动 有些糖尿病患者觉得血糖降得越快越好 这种想法是不对的 降糖降得过快会引发低血糖 对心脑血管也有损伤 会产生心脑血管方面的疾病 二 胰岛素会让人上瘾 糖尿病目前有两种主要的治疗方式 第一种是服用降糖药物 第二种是注射胰岛素 许多患者对注射胰岛素这件事非常抵触 他们觉得胰岛素能够让人上瘾 这就是一个误区 胰岛素是调控血糖平衡的一种激素 需要注射胰岛素来控制血糖的患者 自身缺乏足够的胰岛素来调控血糖 在停止注射胰岛素的时候 血糖就会升高 这和上瘾不上瘾没有关系 三 控制血糖不能吃主食 糖尿病患者在主食方面需要谨慎一些 需要控制好量 需要选择好种类 不能一点也不吃 不吃主食能够降血糖的说法是一种误区 如果不吃主食 能量就会不足 身体就会消耗脂肪和蛋白质 就容易引发酮症酸等不良反应 而且处于饥饿状态下 血糖虽然会降低 但是过段时间就会升高 不利于血糖的稳定 四 无糖食品可以随便吃 无糖食品虽然看似提高了 糖尿病患者的生活质量 但是实际上 对于糖尿病患者的病情 是没有好处的 糖尿病患者可以吃无糖食品 但是不能随便吃 在挑选无糖食品的时候 更是要擦亮眼睛 有些无糖食品是拿淀粉等材料做的 是材料本身身高血糖 有些无糖食品虽然不含糖 但是含有一些人工糖 有些人工糖会让血糖上升 在挑选的时候要调选 要谨慎一些 要看到底适不适合糖尿病患者去吃 五 糖尿病患者不能吃水果 很多糖尿病患者在日常生活中 是一点水果也不吃的 他们认为水果当中含有糖分 吃下去会让血糖升高 这是一种常见的误区 实际上 糖尿病患者是能吃水果的 水果能够为糖尿病患者 补充维生素等营养物质 而且有些水果的升糖指数很低 吃下去不会对血糖产生特别大的影响 只要控制好量和吃的时间就可以了 不过好多人还不知道 哪些属于低糖水果 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六种低糖水果 适合高血糖患者 或者简直人群日常去补充 一 苹果 许多糖尿病人都不太敢吃苹果 其实苹果属于低糖水果 是一种可以开胃消暑的水果 糖尿病人适量吃点水果 对于体内血糖不会有很大影响 二 柚子 柚子的含糖量是不高的 并且它的含糖指数也很低 非常适合糖尿病人来吃 建议糖尿病人吃柚子 最好在两餐之间少量进食 因为柚子有一种类似胰岛素的物质 所以糖尿病吃它 对身体是有好处的 三 梨 梨虽然吃起来甜甜的 但是它内含有的糖分并不是很高 尤其是一些容易胖 还有糖尿病的人都可以吃 四 番石榴 番石榴属于糖分很少的水果 它含有的糖分为7.9% 番石榴可以抗氧化 对于喜欢吃番石榴的朋友 一般体质都很不错 肌肤状态也好 五 樱桃 许多女孩子都喜欢吃樱桃 樱桃本身含铁量很高 它内部含有的糖分也很低 糖尿病人吃樱桃可以增加人体内胰岛素含量 能够调控血糖 降低血糖 六 姜果 姜果的种类很多 比如蓝莓 草莓等 这些水果不仅含有大量膳食纤维 同时它们的含糖量也很低 特别是蓝莓 对于增强身体免疫功能 对抗高胆固醇有一定好处 不过下面其种水果是糖尿病绝对禁止吃的 可引起血糖瞬间升高 来看看都有哪些吧 一 香蕉 香蕉是高糖水果 吃后血糖会立马升高 这个不要怀疑也不要尝试 不想毁掉近几天努力控制的血糖 最好一口也别吃 二 甘蔗 甘蔗是天然纯蔗糖 不光糖尿病人不能吃 血糖偏高和年龄四十岁以上的人 都尽量不吃或者少吃 不然会并发症提前找来 三 桂园 如果确诊糖尿病就一口也不能吃 桂园吃起来并非那么甜 但是含糖量却很高 吃一个血糖就能上去 四 柿子 柿子肝 柿子也好 柿子肝也好都不能吃 含糖量是其他水果的好几倍 日常生活中切莫贪嘴 不该吃的一定不要吃 五 榴莲 没有糖尿病的也应该少吃榴莲 糖尿就一口也别吃了 糖分主要就是遮糖 吃后血糖立马升高 六 大枣 大枣的糖分异常高 平时容易滴血糖的可以随身放几个 用来预防滴血糖 尤其是枣干 瞬间可以让血糖升高几个点 记住一定别吃 七 葡萄 葡萄干 葡萄和葡萄干营养虽然丰富 但不适合糖尿病人使用 葡萄可以吃上一两个到三个 葡萄干可一定不要吃 葡萄干的糖分特别容易吸收 引起血糖急速升高 这些水果不可能通过 简单的食物交换来抵消 饭的糖分是慢慢释放的 这些高糖是迅速释放的 所以这七种水果 最好是一口也别吃 水果中含的糖分 主要有葡萄糖 蔗糖和果糖 其中果糖在代谢时 不需要胰岛素的参与 而且不同水果的含糖量有所差异 不能同等看待 另外 水果中还含有大量的纤维素 维生素和矿物质 这些对糖尿病人是有益的 因此 糖尿病人在血糖得到控制的情况下 并不是一概排斥水果 下面带大家看看糖尿病人吃水果的四大原则 一 吃水果需减少主食摄入量 糖尿病病人的膳食原则是控制总热量 可进行各种热量等值食物的互换 水果也是同样 如果想吃水果 就必须减少主食的摄入量 把水果热量 计入到一天摄入的总热量中 同时对于糖尿病人而言 要少吃水果 切磨大量吃 以免造成血糖迅速升高 二 将水果作为家餐 首先要在血糖控制良好的情况下 才能食用水果 即空腹血糖低于7毫米升 或餐后血糖不超过8毫米升 其次 吃水果的时间 最好选择两餐之间 饥饿时或体力活动之后 也可在睡前一小时作为家餐 糖尿病病人 即餐前餐后吃水果 尤其是不能在外面聚餐后 大量进食水果 以免发生饭后血糖再次升高 三 吃水果前后两小时 自测血糖 糖尿病人的个体差异较大 即使是吃相同的水果 对血糖的作用也不尽相同 糖尿病朋友们 最好在进食各种水果前后 测量以下血糖 以了解自己最适合吃哪种水果 四 将生糖指数作为一项参考值 生糖指数 简单地说 就是某种食物的血糖生成指数 专家解释 用血糖生成指数的概念来看 是许多水果的值并不是很高 并不是我们想象的 吃水果以后 血糖就会生得很高 应该打破原来的传统观念 得了糖尿病以后 要针对糖尿病这种疾病 进行系统深入地学习 要努力控糖 不做那些会让血糖上升的事 而且每个糖尿病人的身体状况不同 对各种水果的耐受能力也不同 还是要根据个人的具体情况 来进行选择 糖尿病患者平时适当吃水果 不仅不会带来不良后果 而且对病情的控制 还能带来积极帮助 因此广大糖尿病患者 在选择水果时 一定要听从专家的指导 选择适宜的水果 以免导致病情严重